好,如果說老師您需要做設定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 這樣子,那我先把我的設備先插上線 事實上我們的Webduno的設備它就像一個什麼 就像一個無線基地台 當我這樣一打開之後啊 您把你的Wi-Fi打開 你把你的Wi-Fi打開 你會看到我們在現場這邊 你看我這裡有沒有一個 這裡有一台 有沒有叫Smart 192.168 這樣有看到 點鈴 這個就是 它有取得的 有取得,但是呢你會發現它一下就不見了 大概30秒左右時間 30秒左右時間它會消失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現在把這個打開了 它有點像我們小型的Wi-Fi基地台 但是呢,因為你不是每次都要連進去設定嘛 不用啊,我只要設定一次就好了 所以他在去年 的時候有把這個部分就是把它做修改 因為以前它是一直開著 那變成說就是這個Wi-Fi基地台一直有訊號在干擾 太多台的時候就變成現場會 你會看到很多叫Smart 零起零起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大概 預設現在就是你插電差不多30秒 你沒有連進去 它Wi-Fi的功能就自動翻掉 但是這個你可以強迫它打開 你可以強迫它打開 那我現在呢 你看我再重插一次 好,再重插一次 那我們再找一下 像我現在這一個 像我後面有一個 WB4538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在我後面這一台 馬克一號 馬克一號的 好 那 我連到那個 因為意思都一樣 我現在把它連進去 來 您如果連到它那個基地台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打開這個 192.168 我這裡放大一點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遠 打這個IP位置 就是進到它的那個 開發板裡面 那你往下看 往下看 這裡 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 我剛剛用的那個號碼 Device ID 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 我就叫WB4538 是因為我在這邊 設定WB4538 這樣您了解的 好,那 預設呢 您連線的密碼 就是12345678 就官方出來也是12345678 這樣您了解 那所以呢 老師如果說您要自行指定 比如說我教室現場 那我要指定我自己做的那一台 Wi-Fi基地台 就是上面這裡 上面這兩個 有沒有 WebDunner I.O 密碼就是WebDunner 就是這個你可以改成你 你自己現場的 或者你比如說你手機熱點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做好了之後呢 下面這裡有一個送出 Summit 送出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看 送出 它就會出現這個訊息 哇 因為它現在已經關掉了 我剛剛沒有動它 就關掉超過30秒 它會出現 就是那個儲存OK 就儲存OK 那這樣就表示說 你進到我們這個板子裡面 已經把這個資訊存進去了 所以它就照這個資訊 下次你插電的時候就照你指定的資訊 連到那一台 無線基地台 所以除非你有改 要改那個基地台的名稱跟密碼 不然的話 平常是不用特別再連進來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稍微清楚一下 那麼Device ID 我們剛剛看到的Device ID 其實就是做一次性的動作而已 也就是你剛買的時候 它沒有那個ID 你必須要經過初始化 初始化一個動作之後 它就會連到它的網路上 它的主機上去 分配給你一個 那分配好了之後 那個就永遠都不會改變 就跟我們平常的那個 Mac AdWords 就網路卡的那個叫Mac AdWords 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個 這樣的話你在打那個Device 就不會控制到別人 就只控制到那一台 這樣您稍微有了解的嗎 老師呢除了您看這個盒子上的教學 其實我也蠻建議您可以進到這個 Webduner官方網上看比較快 來 Webduner官方網站上其實有很豐富的教學 您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 這個叫做學習手冊 點進來之後呢 您找左手邊左手邊 有沒有 Smart初始化的設定 它都有把它做好文件跟教學影片 所以 老師剛剛有在 問我說哪個角位是什麼 功能 那個上面這裡就有寫 您看剛剛有的 有沒有 類比角位 Ad 好然後呢 我們剛剛的 這個 數位角位 這個是數位角位 有沒有 這些 然後呢類比角位就是有毛毛蟲的 12 13 15 所以這邊就會有寫 好就會有寫 那初始化的部分在這裡也有 它就幫你做成 影片 那麼您第一次買到的 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雲端更新 跟取得ID就是device ID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 其實Webduner 即使您要自學 其實也還 蠻OK的 因為它上面的這個教學文章 蠻豐富的 張老師對那個 怎麼設定有沒有稍微了解了 所以您回去之後 如果沒有改這個設定 你只會看到你會亮紅燈 因為你回家之後找不到我前面這一台 對不對 好所以你要像我剛剛一樣連到裡面去設定 好比如說你要你用 自己的那個手機熱點 還是家裡面的還是教室的 你就要自己指定好 啊很多人應該都已經忘記 自己的密碼 真的啊很多反正回家都 都已經自動連線了吧 所以你就 忘記了 所以可能你自己要再查一下 這樣子